CBE最新消息 郭伟伦被坑惨 杜峰做老后人 徐杰成最大赢家 好 大家好 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在视频开始 还是访问各位朋友能够点点赞 点点关注 谢谢大家 和大家说一下CBE的最新情况 目前CBE正在如火如荼的庭中 这个赛季的CBE非常激烈精彩 各种球队都是希望能够取得理想成绩 在取消赛会制归复主场之后 各种球队自然希望能够得到几乎C 争取占据一个主场的优势 很有可能进行下一轮 在此前是刚刚结束完全民赛 这次的全民赛对抗非常激烈 双方也是打到了加持C 也可以看出都是想获得胜利 最终北区率是117比113战胜南区率 整体来看这场比C是非常精彩的 但是作为球队的核心郭伦伦也是被坑惨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目前来看 郭予伦也是非常希望能够收获本次一个全民赛MVP 不管是得分还是助攻都是上双 15分14个助攻呢 可以看出郭予伦的状态非常不错 也是盘回了全队 但是最终呢 无缘MVP 自从郭予伦参加全民赛比赛以来 从来没有获得MVP 这次呢可以看出 他是非常希望能够圆自己一个梦 但是呢几个小将 整体来说也是有点抢戏了 除去郭予伦之外呢 曾凡博阿布杜呢 表现都是非常强眼都是希望能够迫切获得本次MVP 最终呢 阿布杜砍下20分拿到了这个MVP 其实对于郭予伦来说也是非常遗憾吧 但是我们希望郭寿能够在以后的全民赛中 争取能够收获属于自己的MVP脚壁吧 在此前 杜丰呢也是担任了本次全民赛的一个裁判 他也是对于库兰大赛进行一个平分 通过整体来看 杜丰呢也是做了一个老好赖 不管扣的怎么样吧 都是获得了十分 也是从可以看出呢 杜丰对于整个比赛呢 还是比较宽松的 我们希望杜丰回到比赛中啊 能够带领广文队 在这个赛季再次的冲击总冠军 虽然说吴远本次全民赛正赛 作为徐杰来说 也是抱选了继续赛 这次的继续赛呢 他的队数是张宁 在决赛中 他也是机会的张宁 收获个人的继续赛冠军 也可以看出呢 徐杰成为最大赢家 因为通过本次一个继续赛 不管是投篮 还是运球的能力啊 都是让乔帅啊 刮目相看吧 此前翘丰结尾棋呢 也是公开的观看了本次全民赛 我们相信随着徐杰这样的运气表现 能够打动乔帅 在以后的关系队中呢 应该有徐杰的一心之地 希望呢 这个赛季啊 作为徐杰来说 能够真正的用自己的实力 打动球迷 打动乔帅威奇 在随后的世界杯中 看到徐杰的身影 这是所谓喜欢 徐杰丰的一个愿望吧 期待徐杰能够再次的绽放 争取带领广王队 冲击总冠军 好了 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咱们下期再聊